所谓阅兵式 击对武装力量进行检阅的仪式 其举行主要是为了庆祝 致敬国家重大节日 迎送国兵和军队出征凯旋等 最重要的是 在和平年代 阅兵式是展现一个部队的建设成就 壮观瞻 镇军威 古士气的重要存在 很多国家都曾利用阅兵 来达到自己的一些政治军事目的 不过对比这些阅兵 发生于1941年的斯大林苏联红场阅兵 无疑是最为大胆的一场 其足够称为史无潜力 而针对这场阅兵 很多人其实也存在一个疑问 在苏联进行这场史上最大胆的阅兵时 就在城外不远处的德军 却没有前来轰炸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时值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命德军从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1800多公里战线上发动突然袭击 将毫无准备的苏联红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据悉当时苏联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并有28个石碑尖 70个石人员武器损失过半 虽然经过及时调整之后 苏联红军一直在拼死反抗 但前期的战斗还是令苏军气势低迷 等到9月底的时候德军更是集结了180万军队 1700辆坦克 14000门火炮 以及1400架飞机向莫斯科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当局必须想办法鼓舞军民士气 以保证莫斯科保卫战可以取得最终胜利 在经过好几天的反复思考之后 斯大林决定举行红场阅兵 11月7日 这一天正好是十月革命纪念日 在斯大林的受益下 苏联红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室 此次阅兵的执行指挥员 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帕维尔·阿尔杰米耶夫 总指挥为苏联元帅谢苗布琼尼 在他们的安排下 苏联红军部队依照顺序整齐列队 在斯大林的演讲声中 战士们的士气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鼓舞 阅兵室正式开始的时候 无线电波将阅兵的消息 从红场传到了世界各地 很多国家都为此苏联大胆的行为感到诧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据后来德军将领在审判中提供的状述来看 最初希特勒并不知道苏联要举行红场阅兵 直到他从收音机里听到阅兵进行曲 整齐的不发声和俄语口号乌拉后 才明白苏联发生了什么 随后希特勒迅速冲到电话边 命令手下将电话转给 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 在电话中 希特勒严厉训斥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鲍克元帅 随后他又下令让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接电话 要求他赶紧出动战斗机 将莫斯科阅兵现场炸的片桨不留 当然了 此次轰炸行动并没有成功 苏联在短短25分钟时间内 检阅完了数十万红军官兵 在阅兵仪式宣告结束之后 官兵们无一人回头 他们在市民的注视下依然奔赴西部前线 抗击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入侵 不得不说此次阅兵最大限度的鼓舞了苏联红军的士气 在1941年最后的肌肉里 德军尚且还有余力对莫斯科发动攻击和轰炸 但是他们无法像在以前一样 可以在短期内冲散苏联红军 而除了苏联红军殊死反抗这原因以外 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援军也陆续赶到 他们的加入让德军战斗的更加吃力 1941年12月初 苏军在莫斯科前线的兵力达到110万人 他们共计装备了7652门普号 774辆坦克 以及1000余架飞机 诚然从规模上来看 苏军的实力仍然比不上德军 但苏联当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这一年莫斯科的冬天来得出其早 相比于德军而言 苏联红军对于寒冷的适应程度显然要更强一些 再者当时苏联所装备的装甲武器中 还有不少像T34 KVE等宽履带坦克 再加上规模可观的摩托雪橇部队 德军根本无法在厚厚的积雪中重创苏军 反而因为物资被苏军大量焚毁 德军整体的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经过数月的浴血分战之后 苏军已经将德军打退到距莫斯科100千米 至250千米的区域 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 德军损失了至少50万军队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技术兵器 这一次针对莫斯科的作战 无疑是德军在二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 愤怒的希特勒还因此撤换了包括布劳西奇 古德里安在内的35名高级将领 可想而知 苏联当时的反击究竟有多猛烈 至于当时苏联阅兵没有遭到德军轰炸的原因 其实主要有以下两点 苏联天气非常寒冷 德军受气候和补给限制 不可能在短期内发动全面进攻 二 诸可夫当时已经在莫斯科上空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火炮 同时还命令每一个航空兵团全力抵抗德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个原因也是当时斯大林和诸可夫坚决支持阅兵的主要原因 后来莫斯科保卫战友所了解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在希特勒的计划中 德军理应很快就可以拿下莫斯科 按照往年而言 等莫斯科冬天降临的时候 这座苏联的重要城市早已沦陷 因此德军当时并没有准备充足的预寒物资 结果谁都没想到 那一年莫斯科的冬天早到来 德军根本无法适应当时的寒冷天气 再加上当时德国的物资出产 速度也在下降 这些都导致位于苏联前线的德军士兵苦不堪言 他们很难在那一阶段对莫斯科发动闪电战 所以斯大林和朱可夫才会放心大胆的筹备阅兵事 等到11月7日的早上 莫斯科还下起了额毛大雪 当时数十万苏联红军官兵汇聚红场 德军方面虽然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 并依照其指示出动了战斗机 可是大雪天严重阻碍了德军飞行员的事情 再者他们还没靠近莫斯科红场 就遭到了苏军尖击机和高炮部队的猛烈阻击 最让德军感到头疼的是 当时还有多架苏军米格一尖击机 直接撞向德军飞机 德军飞机别说靠近红场了 能够在苏军严密疯狂的打击下保全自己都算不错了 等到第25架尖击机被苏军击落之后 德军只好灰溜溜的逃回了基地 所以说并非当时的德军没有轰炸苏联 而是他们根本没能够突破苏联红军的封锁线 实在无法执行轰炸任务 1941年的苏联红场阅兵对苏联军民来说意义重大 齐被定在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一天 也体现了苏联当局希望战士们可以像十月革命时期那样奋力抵抗 甚至是取得战争最终胜利的美好愿景 如果不是这场阅兵 说不定苏联战场上的苏德战争还将持续很久 甚至导致苏联走向了另一个结局 苏联元帅罗克索夫斯基曾参加了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他后来在回忆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的时候表示 对苏联军民而言 这次阅兵是出乎意料的 也是激动人心的 虽然形式上是一次传统的阅兵 但各种意义截然不同 他展现了苏联人民对法西斯的蔑视 随后这位元帅又补充说 当时苏联距离胜利其实还很遥远 但就是因为这一次阅兵一样 苏联人民就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所有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希望 不过对于法西斯分子而言 苏联所举行的这场阅兵 只能说是晴天霹雳了 感谢观看